对忙碌的生活不少人选择外食快速解决三餐的需求 但你每日的蔬果量有吃够吗 在台湾有超过六成国人有便秘或肠道问题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饮食状态不佳 在国民营养便捐调查中就发现 高达九传的民众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吃不够吃不对都是问题 一时就提醒想要改善排便不顺 手中日常饮食中补充足够的纤维质 每餐至少半碗以上蔬菜再搭配水果 也可以选择像是膳食纤维粉的营养补充品 注意成分挑选成分单纯天然 水溶性纤维等特色帮助增加纤维量 让排便更顺畅